你就住在这儿 他要敢有意见 我挡动他的腿 阿姨 住下 刚才谢谢你了 你表演得挺好的 我有不表演的自由吗 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我刚刚已经说服我哥了 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所以 我明天就可以搬走了 这段时间谢谢你了 其实你这个人吧 也没看起来那么冷血 在我无路可去的时候 你收留了我 我被城管抓了 你也来捞我 我住院了 你也来照顾我 所以啊 我一定会走得干净利落 绝对不会给你添一丝麻烦的 最好把案的痕迹多清空 好的 我一定会打扫得一尘不染 嗯 哦 你 他 你 你 我 我 你知道 你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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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南哲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房间我已经打扫干净了 床单我也洗过了 所有我的痕迹 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了 再见 是 你 阿姨 您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借助两天 我马上就走了 借助 阿姨 要不您先坐吧 我去给您倒杯水 好 小周从不拍这张照片 青青怎么做到的 他俩是真在一起了 青青啊 这照片拍得真好看 阿姨 这个照片啊 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阿姨 我是在这儿多借助了两天 不过 不过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所以你要搬走啊 对 我们吵架了 我们因为性格不合 所以就算了 怎么会不合啊 青青我告诉你啊 阿姨这个人看人眼光最毒了 我当时一见到你 就觉得你跟我们家小周搭 你看你这个孩子吧 性格好又有趣 人还热情 跟我们家小周正好互补 是不是 阿姨 我觉得感情这事吧 他不能强求 你说对吧 那他也不能一吵架 就把你赶走吧 这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 就他这样子 活该一辈子没有女朋友 阿姨 你误会他了 是我自己要走的 吵架嘛 男孩子总是应该主动来哄女孩子的 我知道 我们家小周啊 他在这方面就是个傻子 我们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就 你放心 阿姨做主了 你就住在这儿 他要敢有意见 我挡挡他的腿 阿姨 住下 听我的 不忘了 你先有一个 你回来 好多的 你 你在这儿 你 你 我 你要 都